卓榮泰 政力軍和國發會主委 劉敬青等人討論熱烈 行政院經濟發展委員會 18號上午召開首次會議 達成大投資 臺灣決議 引進三到四兆的國內外資金 投資在臺灣的重大建設 以及重大的重要產業 未來行政院將會以跨部會合作的方式 設立法規調適的單一窗口 部長引進三到四兆的國內外資金 投資臺灣重大建設跟產業 經濟發展委員會也將打造臺灣 成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 由警管會分析優勢 讓臺灣資金盡速流通 接著更要執行國家人才競爭 躍升方案 十二萬國外的優秀的人才 執行三大計劃 經濟發展委員會將在七月 九月 十月 分別召開會議 另外八月份則是首次顧問會議 名單包含前行政院副院長林信義 宏基創辦人施政榮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 鴻海董事長劉洋偉等人給予建議 不過適逢川普的保護費說 台股連兩天重挫 政府對投資面仍有信心 卓奎上任百日前推出大投資方案 憑經濟判證明臺灣實力